韩琛十二岁时 已经和季兴一样高 季兴去学校接他 高高瘦瘦的样子 太像韩婷了 笑起来像 走路的样子都像 韩琛 你姐姐来接你啊 有同学经过打招呼 骑着单车一闪而过 满满的青春气息 韩琛笑了笑 复合道 是啊 季兴笑得眉眼弯弯 不是 我有这么年轻吗 季兴心情大好 搂着韩琛的肩膀 往下压了压 走 跟姐姐回家 我们也骑车 韩琛一愣 看着远处的豪车 妈 你开的车怎么办 没事 我就停在这里 下次送你的时候再开走 还好季兴开车时 穿着平底休闲鞋 他熟练地扫了一辆共享单车 直接跨坐在上面 妈 你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被我爸宠坏了 韩琛嘀咕道 季兴一个冷眼飞过来 你说什么 韩琛已经骑着车先走了 季兴连忙跟上 你小子 没大没小 姐 快跟上啊 季兴用力地蹬下去 耳边的风呼呼而过 吹拂着最发和额浅的汗滴 两人你追我赶 韩琛始终在季兴前面一米的位置 季兴落下很远后 韩琛会放慢速度等他 等到季兴跟上后 一边骑一边聊天 季兴看他一起风发 短发飞舞 挥洒着汗水的模样 不禁想 韩婷像他这么大时 是不是也是如此的少年气 琛儿 有没有喜欢的女孩 韩琛一愣 妈 我现在是学习的时候 记性哈哈笑 再过几年 就是情窦初开的年龄了 韩琛愣愣的 妈 我不懂这些 爸爸说 我们就专心学习就好 其他的事不要想 好 等你有感情一问 随时可以找你吗 你爸在这方面 不行 两人骑到别墅区前面一片空地 实在骑不动嘛 只好把车停在附近 走回家 一辆豪车停在两人面前 车窗降落 一张冷峻的脸露出来 看到世纪星和韩琛 韩婷才露出温柔的笑容 上车 韩婷拿了几张纸巾递给韩琛 又抽了几张轻轻的按压在寄星额头 语气异常的温柔 你不是开车去接琛儿了 怎么走回来了 季星拍了拍自己的腿 有点酸痛无力 是我想起车 韩琛看季星半天没回 担心韩婷会责怪 把事情先揽了下来 是我 我想骑 季星伸手摸了摸韩琛的头 季星用一张笑脸摇头晃脑凑到韩婷面前 今天琛儿的同学叫我姐姐 季星拉下车顶上翻个镜子 上下打量自己 看起来是挺年轻的 难怪被叫姐姐 一得意 就带着儿子逞强骑车 骑了几公里回家 韩婷皮笑肉不笑 心儿 别让我担心 如果想锻炼身体 每周抽时间跟我一起健身 或者你和丽丽 小萌一起去健身都可以 陈儿还未满16岁 不能骑车上路 很危险的 好了 知道了 季星靠在韩婷身上蹭啊蹭 韩婷就心软的不行 摸摸她的头发 下不为例 好 韩琛看到 季星轻松化解父亲的怒气 心里再次佩服 但这招 也就季星能用 他们三兄弟 只有旁观的份 好嘞